又是壓力 休息不夠也是 免疫力就是 疾病的誘發 疾病誘發是 情緒壓力 我們知道最常見到的是 所以它就是一個 內分泌失調的狀況 那我剛剛說 我們就有碰過 四幾歲的女性病人 她也是一樣 就是本來在健檢的時候 診斷出來 有甲狀腺抗靜的問題 但她平常症狀 沒有很影響她 所以吃了一陣子藥之後 覺得麻煩 就自己就停了 然後停了一年多之後 就是一個小小感冒症狀 剛開始 然後家人就發現 怎麼意識改變了 然後也是剛開始有點焦躁 她就發燒了 然後就送到急診來這樣 抽血就發現說 整個甲狀腺指數 就是整個麥如山倒 就真的是發生了一個風暴 那接下來迎接她的就是 急性肺水腫 心衰竭 那連葉克膜都被叫出來 然後也插了葉克膜 結果她沒有挺過 她在那個風暴當中 她人就走了 所以這個我剛剛說 她的死亡率會到3% 3%這麼高 那平常因為你沒有辦法發現 所以如果你有家族上面 有人有這個問題的話 健檢的時候 請你把它列為你的檢查項目之一 那你曾經如果被檢查過的話 就算你真的那麼不想要吃藥 請你半年一年都至少去做個檢查 檢查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穩定 吃藥也是要穩定控制症 不能隨便停藥 可是她裡頭提到一個身體壓力 我要特別提醒一些懷孕的婦女 因為這個身體壓力包括懷孕 沒錯 所以假設你是一個有甲狀腺抗境 然後你覺得 因為你有各種原因 你不想治療她 結果你懷孕了 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甲狀腺抗境又懷孕的時候 甲狀腺風暴來臨的狀況 就會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其實 因為剛剛其實講的 比較像是甲狀腺抗境的經典症狀 它這種顧名思義 因為你的全身新陳代謝變快 所以你會有一些失眠 你會心悸 你會手抖 可是到了風暴又不太一樣 風暴它會是等於你的甲狀腺 再衝到另一個高峰 所以它直接會影響到的 有些人會影響到意識 所以剛剛中醫師有提到 意識有些人會比較昏迷 有些人會變得比較躁動 它同時會讓你的心跳的頻率 變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 直接一到醫院 肺水腫 膝衰竭 其實都會有 但我要講一個 其實它是個非常特別的狀況 可能甲醫師他們在急診室 就偶爾會遇到 它的有一些症狀很像 我之前就遇過有一個是 我的病人 然後這個 其實真正發生一件事情 是它的女兒 那這個病人她在看診 是規則看診 那療完之後 準備要出去的時候 她突然好像要想到什麼事情 就問說 陳醫師你有沒有推薦 腸胃科醫生 一問才知道說 因為她女兒前幾天發燒 噁心 嘔吐 肚子痛 看了一般的診所 那因為聽症狀 很像腸胃炎 所以開了藥 可是開了藥之後都沒有好 因為其實腸胃炎 大家知道如果一直吐 或一直吃不下東西 你的身體會缺水 所以當時我只是 順順地講一句說 那你要注意 它的血壓跟心跳 不要說到做心跳上升 血壓下降 缺水你就多喝一點水 那那個病人好險很乖 她回家就叫女兒 量血壓跟心跳 因為我們有診所 有像是LINE那種 她就乖乖把這個照片 傳到LINE裡頭 我一看就不對了 因為其實正常的 腸胃炎型的這種缺水 你會看到的 血壓心跳是這樣 因為你想看 你的身體的血壓下降 所以你血壓是低的 那身體為了代償 心跳會上升 所以正常會是 血壓低 心跳高 她不是 她是一個年輕女生 她血壓150劑 她的心跳130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光看到這兩個 我們就覺得這個 跟腸胃炎 不一定有關 那當時我就說明 要信不然你明天就來 一來的時候 其實剛剛提到 有個很特別的 甲狀腺抗健的症狀 叫做造動 那種造動你不會形容 但你一看到就知道不對 它就是 或者是就是有一種 好像從這個椅子上 跑到哪裡去 可是她也不知道 要跑到哪裡去的感覺 她會有一種 因為她整個人代謝 變得很旺盛 所以她進來的時候 除了血壓高 心跳高以外 她代謝整個人 整個眼神跟整個感覺 就是很不對勁 那我突然想到 她媽媽其實就是 給我看甲狀腺 她完全沒有甲狀腺的疾病 之前沒有確診過 可是其實甲狀腺 確實有一些人 是有遺傳的問題 我們當下一驗 甲狀腺指數飆高 所以就立刻轉到 內分泌科的住院病房 就直接住院 不過那個病人 因為很 我覺得可能 還算運氣好的 就是她在比較早期 就發現 所以她的治療 都算順利 就順利地出院 因為甲狀腺素 它是個全身作用的 內分泌荷爾蒙 所以它其實會影響 你所有的系統 心血管系統 呼吸系統 神經系統 腸胃道系統 我們就真的 碰巧講一些風暴 被來的時候 被家族帶來的時候 以為是中邪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你問她幹什麼 她也講不出來 就是一下子爬起來 一跑到這邊 一下跑到這邊 一跑到這邊 因為很興奮 觸觸到的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家族是以為是中邪了 那個大概診斷 相對來講 就比較快速 所以像這種的 有時候 真的表現會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它是個 全身作用荷爾蒙 就是亢奮的意思 對 亢奮到極點 是亢奮到極點 對 這是後天 不是說你現在沒有 甲狀腺就不會有 如果你身體弄不好 也有可能展現 就不要壓力太大 對 壓力太大 33歲致命心律不准 其實我們今天 能夠站在這邊 真的是很有福氣 對 那我之前 我是職業軍人 然後有跑麻松的興趣 所以平常我們就是 有在自我練習 就是在下班之後 都會去運動 跑一到兩個鐘 你是官校畢業嗎 還是去 不是 我是空軍士校 對 那時候就是 跑完步之後 就是 其實跑步維持 將近七 八年的時間 然後那一次是 在運動場跑完步之後 突然發現 手腳 就是四肢的末端 就是手掌跟腳掌 是發麻的 然後發麻之後 就是伴隨了 頭暈的現象 那當下 當下我一直以為是 血糖過低 可是 手腳發麻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解釋 然後後來就是 朋友跟我建議說 你還是去 心臟科檢查一下好了 那一去到醫院檢查的時候 就是發現那個醫生就幫我 安排了很多的檢查 24小時的心電圖也有 然後甲狀腺的檢查也有 對 那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才發現 醫生說我有出現那個 VT VT就是心事平脈異常的現象 那當下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是軍人 然後你有慢跑習慣 請取消這件事情 他說你一定要 再去做更深入的檢查 因為他說那個VT波形 如果之後發作只要30秒鐘 你就會猝死 那其實那個時候的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我是一個軍人嘛 又是平常就在逃課 身體這麼用 對 我覺得自己身體很壯 然後又跑馬來鬆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不了解 什麼叫做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長官請假 他們都覺得 心率不整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 對 很多人都覺得 心率不整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感覺 這樣 對 那後來就是 我經過三軍總醫院 然後也去到台大 兩間的交互檢查之後 是做到那個叫做 核食共振 MRI才知道 我的心臟就是 右心是心肌病變 對 那個學名叫ARVD 那它其實就是 心臟肌肉纖維化 就是我們心跳這樣子跳 它沒有辦法正常的 讓那個血液疏送到我們大腦 所以那時候就驗證了 肺肉不順 就是我們四肢會發 對 然後頭暈就是缺氧 對 所以那時候台大醫生就 馬上建議我一定要裝 那個叫做ICD 心臟體內的那個驅站器 這個圖片就是我當時裝的那個畫面 就是在我的心臟的上方這邊 腸炎科像懷錶大小的 如果有不穩定它會電擊你知道嗎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以前很多人會把這個ICD 跟心率調節器會聯想在一起 其實是一樣的 它也是會監測你的心跳 來控制你的心跳 只是ICD要多了一個放電 電擊的效果 對 就是 那個電擊是幫助你調整 其實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 那個公共場合都要放AED 就是因為當患者發生心率不整的時候 其實按壓CPR只是維持它的血液循環 沒有辦法解決心率不整的症狀 所以你必須用AED去電擊 等於說讓心臟怎麼樣 reset 就是讓它重新跳動 所以那時候我是欣然的接受 暗裝ICD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也搞不懂 到底這個疾病對我有多大影響 然後裝完ICD之後 我還心裡面還覺得說 我好像好了 對 然後就在裝完ICD的三個月後 我坐在捷運上 也突然覺得胸悶 那種胸悶就是真的很像 那種牽 就是很像 抓你的心臟這樣 對 它是石頭 剛才你知道嗎 石頭壓住胸部 你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不到兩秒鐘 心臟很像有人用手 抓住心臟 就像電影那個死神進去這樣 對 就是像死神那個手 抓住 對 掐住不到兩秒 眼睛就黑了 對 那黑的時候 那個ICD就感應到說 幫你打 對 他就馬上瞬間就電擊 對 那很多人都問說 被ICD電擊是什麼感覺 對 那很多人形容是被車撞 我說沒有 我沒被車撞過 不過那種感應 當下的感覺就像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 像看到美女一樣 沒有 心臟的感覺 不一樣嗎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樣 砰 就是這樣 然後連續打四下 那當下我沒有猝死 因為被電玩的時候 其實那 可是你有感受對不對 感受很深 對 因為這也是造成我 後續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那個就是心裡 會有很大的恐懼跟壓力 因為有發生這一次 對 不然你覺得沒有什麼嘛 不反正弄跑就好 對 結果你猜 這就是大家剛剛問了嘛 你有沒有經歷過生死的感覺 對 那你現在還有在運動嗎 我現在都只能 其實我很鼓勵大家多見走 對 跑步 跑步之前我們一直覺得說 跑步應該是維持健康的 很好的運動 可是過去我發現 我在這個ARVD的這個 造成的原因 國外有一些 專業的學術機構在研究 那他們說 ARVD都會耗發於 34歲以前的年輕運動員身上 所以這個代表就是你長期的 就是讓你的心臟 是屬於高壓的操勞它 對 那所以我們熬夜 也是在操勞心臟 日夜顛倒 然後包含過度的運動 其實這個對心臟 都是滿大的傷害 其實我們對心臟很敏感 我那時候還戴一顆心率表 你知道嗎 一天到晚我都在看我的心率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就覺得心臟都亂跳 然後有後來第二次就是我騎車 騎車然後後面載著我老婆 突然就覺得 那個兇悶的感覺又來了 好危險喔 對 我當下馬上停在路邊 然後我就趕快坐在地上 然後我老婆說你怎麼了 我說我可能發作了 對 然後趕快先叫她 把救護車先打過去 然後真的果然 當下我就 在路邊就被電擊了四次 對 然後後來送進那個 就是再回到台大去急診 然後就送到心臟科加護病房 那那時候醫生判斷就是你 那個藥物已經壓制不下來 對 它還有可能越來越嚴重 對 它其實是一個會惡化的疾病 其實ICT它 它只有七到九年的壽命 也是看你的使用度 對 因為之前我一個必有 他們是說 哇 就是被電二十次 三十次 那大概三四年就沒有電 就要去換 三十次我 對 就要去換電池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醫生發現 你這樣壓不住 如果再一直讓ICT電擊 你也不舒服 影響我的生活品質 所以後來就是進入到 那叫做心臟電少手術 對 所以你現在是完成整個手術了 那個就是 我現在是完成了 對 對 就是減少我心力不整發作的次數 那它還有裝著嗎 ICT還是裝著 還是裝著 對 它其實就是我們 心臟病患者一個護身體 那你這樣不是很恐慌嗎 就是說這個到底要何時能聊 好像又不會完全好 對 因為太平洋發好 只能共存 只能跟疾病共存 對 真的 所以我就是用感恩的心來克服 面對疾病的苦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